第3211章 混哪的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黎明 众人出了山谷 其后 森罗界的颇多角落 都能望见几人身影 如一批红尘游客 走走停停 走一路打听一路 如夜晨所料 凡神算子所知的顿甲来源 无论是单个修士 亦或隐士大派 都遭了恶难 不是至尊 那便是摆设 对方可是无天血尊 天地级的神 被他盯上 再多人都无用 杀人越祸只请客奸 整得也忒干净了 还特么至尊呢 下手也太狠了 得亏师叔不在 小老头一路骂骂咧咧的 主要是窝火 每到一处必见惨状 未夺天字 无天血尊的确够狠辣 顿甲天字 本是无上秘宝 此番 却成了招揽杀身之劫的祸端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有天字的修士或势力 无疑幸免 宝贝被夺不说 还落了的灭族 和生毁神灭的下场 同事至尊 比起无天血尊 叶臣就人性多了 虽也拿了人天字 去为伤人性命 如赤焰雄狮 如宗门弟子 如青楼嫖客 基本都是以宝贝换字 说起叶臣 一路都最沉默 早有预料 见了也没有太多精益 既是至尊出手 必是大手笔 更多时候 他都在望看天 这所谓的仙界 也未免太好汉了 在他看来 比诸天要大很多 本有不止一个至尊 此刻却都没影啊 丝毫感知不到 要么藏起来了 要么距他无比遥远 远到超出了他的感知 他知道 多为顿甲天字 终有那么一日 必定会再见 届时会有一场恶战 或许会使他被群殴 被锁得死死的 若被围攻 真就是一个活靶子 前辈不是这个人吧 坚默的神算子 默的一语 自是对叶臣说 也指叶臣听得见 叶臣不语 当时默认 神算子见之 取一幅画卷 自叶臣面前摊开 画得乃鸡凝霜 无得七 不等神算子开问 叶臣便言语 难怪 神算子唏嘘 印证了猜测 显然是见过姚池的 同样见过的 还有小老头 神色颇奇怪 当年 他还仅是一个小晚辈 第一次见姚池时 是在赵云呢 还以为是赵云家的媳妇呢 不承想 身侧这位才是郑主 就说吗 一代女魔头的相公 绝对是一尊盖世狠人 此番得见 果是不假 一巴掌 伦非至尊 他比姚池更可怕 停 叶臣默的一语 随之起身 众人驻足 奇奇望来 足有三息 未见叶臣言语 东方 至第四个瞬间 才闻叶臣开口 坐稳了 小老头不含糊 单手结印 坐着的酒葫芦 顿得如一道神光 直插东方苍庙 天字 神算子看叶臣 问得小心翼翼 天魔 叶臣弹道 没错 是天魔 虽是诧异 但并无震惊 若这个宇宙的天道 也如诸天的 那滋生出天魔 也并不奇怪 看众人 各个挠头 不知天魔是啥 只知叶臣很感兴趣 嗡 酒葫芦翁颤 速度极其快 看夜尘眸光 也格外深邃 能望穿虚无 能隔着浩渺 望见东方一座山巅 其上 屹立着一个黑袍人 身体时而虚幻 时而凝实 赤发飘荡 沐浴月光下 独有一份魔性 脸庞模糊一片 混混顿顿的 看不清五官 该是用了玄奥的遮掩 以此来演示真相 但准荒帝的夜尘眼中 这一切都是摆设 帝 夜尘难语 能看出其修为 至少是一尊帝 很可能还是天帝 嗯 天魔侧眸 也格虚无望看 双眸也微密 该是觉察到了窥视 能见一个酒葫芦 正朝这来 其上的人 修为都弱得可怜 但那小娃娃 却不怎么简单 至尊 神算子一语沉吟 直到天魔在看 那感觉 仿佛被魔神盯着 哪来这么多至尊 誓言雄师嘀咕 身躯再颤 耸劲又上来了 下意识躲在了夜尘身后 这他娘的 出来一趟 才知外界的可怕 难怪先被遗言 不让后世随意出荒林 比起这祸 子星就淡定多了 知夜尘实力 至尊也不够看 先前夜尘一巴掌 沦飞一尊神 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呢 说话间已到那片天地 天魔未走 看得饶有兴趣 无视小老头和神算子 就看夜尘 那个小娃娃 他竟是看不透 你混哪的 隔老远便闻小老头渣户 应有夜尘坐镇 底气不是一般的硬 若无夜尘 比谁跑得都快 哇 话落 便见这片天地震动 众人只觉眼前一抹黑 在开眸时 乾坤已大变 上空电闪雷鸣 下方雪和纵横 有怨灵哀嚎 魔性的天鹰 让人心神祸乱 一空间 夜尘眸光闪烁 瞬间洞悉 是天魔动了神通 将他们扯了进来 中招了 小老头暗骂 站都站不稳 神算子他们 一个个都脸色惨白 知夜尘 淡漠如水 至尊嘛 随意开辟一空间 抬手可做到 看这一空间的变化 显然非一般的地 该属至强 哄 伴着一声轰隆 雷霆更甚 能见电闪雷鸣中 有一张鬼脸幻画 扭曲不堪 神算子他们依旧 看不清真容 只知那双眸子 枯寂如幽渊 自眸中 能望见尸山血海 眼镜了毁灭异象 从天府看 看得他心灵站立 人还未死 却恍似已堕入酒忧 通体冰冷到无温度 也对 在神的眼中 他就是个蝼蚁 抬手年可捏死的那种 老大 照得驻步 赤焰雄师干渴 还是这句话 有意思 不带言语 便闻天魔幽孝 化身颇式魔性 包括神算子在内 皆被其霍乱的 如一具行尸走肉 神色皆木讷 双目也空洞 只夜沉一人 还稳稳站在那 扬着小脑袋 望看天魔鬼脸 老实说 那或笑得有点恶心 每逢见这等笑 便莫名地火大 且有要杀人的冲动 在他注视下 天魔的鬼脸 又化成人形 一步步地朝他走来 越笑越戏虐 那双血色的眸 越看眯得越深 依旧看不穿夜沉 只知夜沉 也是个至尊 只不过 身体状态貌似不怎么好 浑身上下 全特么禁锢 搞不好 连玉空的能力都没 不然 也不会站在酒葫芦上 可能比他想象中更糟 夜沉看都未看 轻扶了手 将神算子他们 都收入了储物袋 天魔一走道 绕着他转圈 如看猴似的看他 眸中皆贪婪 可看够了 夜沉淡道 瞥了一眼天魔 真把老子当猴了 跑这耍猴 不属这个宇宙 如此禁锢 真真霸道 有趣 天魔又幽笑 一言皆一语 不知是自言自语 还是对夜沉说 要不咋说是至尊 眼界就是高 可惜 他望见的纸冰山半角 看得出夜沉来历 瞧得出夜沉禁锢 却认不出夜沉的修为 不然 也不会有闲心搁着看活 多半以撒丫子跑路了 至尊们是也分级别的 绕了不知多少圈 他才停 立在夜沉正对面 笑得更加森然 好俊的一张脸 夜沉伸了小手 摸向天魔 也真是有情调 一只肉乎乎的小手 在天魔的脸上 摸来摸去 如在抚摸一尊扬眼的艺术品 天魔只笑不语 倒也配合 方才他绕着夜沉转圈 夜沉未动 如今 夜沉上下 抚摸他的脸 他也不动 这个小不点 比他想象中更有趣 摸 继续摸 摸完了 把你拎回去炖了 味道该是不错 这是天魔眼神 所代表的寓意 夜沉是个实在人 摸着摸着 小手变了方向 摸到了天魔脖梗 一手给掐住了 平米 天魔笑得颇细虐 有魔光乍现 尴尬的是 尽未挣脱 笑 怎的不笑了 夜沉笑看天魔 小手举起 掐着人脖子 给天魔举在了半空 周天之力纵横 乘一条条符文铁链 一条条刻入天魔体内 你若跑 老子指定追不上的 但若被老子逮住 就别走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跑我这逗烂 是要付出代价的 看天魔 魔中刻满了金色 珍珍小看了夜沉 这个小不点 比想象中更强 纵被锁了体魄 也足够吓人 他堂堂至尊 竟无法挣脱 还有那一道道符文 刻入他魔区 已成禁锢 不是一般的霸道 也难挣脱 这个局面 太他娘的尴尬了 一招都未出 便被人摁住了 至尊威严 荡然无存 干得漂亮 除代中 神算子已醒了 还有小老头 也是谋光熠熠的 就说嘛 夜沉能撑得住场面 如 究竟是谁 天魔冷亨 还在冲击禁锢 此字 归我了 夜沉颇敬夜 没空聊天 已再强宝贝 所谓宝贝 指的便是顿甲天字 乃一个赤字 刻在天魔左手掌心 先前天魔绕他转圈时 他便以瞧见 人品若爆发了 挡都挡不住 找了那么久 都未寻到天字 这就有人给送来了 天魔家的至尊 办事还是很靠谱的 这一点 颇受他器重 给屋 开 天魔嘶吼 眉心刻画魔纹 该是动了禁法 强行冲破了禁锢 为此 他也付出了 惨烈的代价 半个魔区 都炸灭成血雾了 本章完 第3212章 火把子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哼 天魔破禁锢 一空间轰隆 夜沉始料未及 被震得一步后退 待站稳 天魔已顿到了苍庙 残破魔区血骨淋漓 看夜沉的眸 心虹可不 且咬牙切齿 一步步留神 便被算计了 堂堂至尊 着实窝火 出类拔萃 夜沉唏嘘 也小看了天魔 怪只怪 他不在正常状态 若无诡异力量锁着 天魔能破风才怪 不过 天魔那斯虽顿走了 但那颗顿甲天字 却被他抠了下来 已刻入胸前 炙热感又来 神秘力量纵横 小世界禁锢被解 混沌顶 混沌雷和混沌火冲了出来 终于能出来透透气了 个个都如脱缰的野马 一边上蹿下跳 一边杂杂呼呼 看得神算子 他们一脸的猛 气质这块 他撒把握得真好 与某人真一样一样的 可惜的是 因主人遭禁锢 也波及他们 几乎所有能力都锁 如 当真该死 天魔怒嚎 一掌临天暗下 先前是猝不及防 被夜晨逮了个阵阵 如今无风静 那得练练 夜晨冷笑 一掌打了上去 瞬间崩灭了天魔掌印 连天魔本尊 都被震得吐血 这便是准荒帝的威势 打至尊很在行的 给无 静 天魔一鹤震天 单手结印 有四根漆黑铜柱 接连拔地而起 有漆黑魔纹纵横 有秩序链条交织 聚了一座牢笼 困了夜晨 其内电闪雷鸣 不止有风静 还有极可怕的画灭之力 疯我 夜晨冷笑 不为所动 风静之力虽强 对他无用 被锁了不假 但他 还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准荒帝 且非一般的准荒帝 先天便万法不清 这等级别的画面 与脑痒痒无异 只一瞬 牢笼便被一掌打崩 灭 天魔手持魔刀 一道刀芒横贯八万里 威力毁天灭地 棒 金属碰撞生顿起 天魔一刀虽强 可披在夜晨小脑袋上 却如披在了不灭仙铁上 未伤到夜晨 反被震的魔刀炸碎 咕咚 神算子他们 看得暗自吞口水 那个小不点 何止能打 还很能抗啊 灭尸的一刀 都伤不了半分 如此肉身 永恒不灭吗 很好 天魔怒急返效 碎的魔刀 瞬间重塑 且其上 有魔性的符文刻画 加持了魔力 又一刀砍了下来 还真就不信邪了 被锁得死死的 欲空的能力都没 就是个火把子 不幸弄不死你压的 砍上瘾啊 夜晨冷哼 挥手又一掌 能抗不甲 但他不习惯 站着被人砍 咔嚓 还是这等声响 清脆悦耳 天魔手中的魔刀 被夜晨的小手 一掌打得崩碎 破 天魔叠血 被震得五脏锯碎 吐出的鲜血 都带内脏碎片 灯灯退了十几步 才生生稳住身形 未等喘气 又是一口老血 给无吞 天魔劈头散发 贺声暴虐 赤色的眸子 鲜红欲滴血 照了漫天雷霆 剧成了一片肆虐的雷海 临天倾泻 瞬间淹没了夜晨 每一道雷霆 都有毁灭之力 欲以此 将夜晨炼化了 夜晨颇强势 以周天化剑 劈开了雷海 都说了 万法不清 破 天魔又喷血 所记得雷海 该是连着他本源 雷海被展开了 他也遭反噬 方才愈合的魔区 又一次崩开 就这 死祸依旧不信邪 取了一杆另奇 如似招魂帆 猛的一挥 无数怨铃袭来 张牙舞爪 欲撕裂夜晨体魄 别说 这招有点狠 怨铃不可怕 可怕的是 至尊祭练的怨铃 有怨念极具 霍乱心神是小 轻视心境最难受 当俺们吃干饭 混沌火大骂 顺城火海 与混沌雷的雷海 交织融合 护了夜晨周身 樊铺来的怨铃 多被坟灭 莫说撕裂夜晨 连他俩的防御 都破不了 正 夜晨周天成剑 逆天斩上 天魔色变 登天顿走 虽是避过 但还是遭了余威 一条手臂 当场炸灭 打不过 还打毛线 赤焰雄师则舌 对至尊另眼相看了 脑瓜貌似不怎么好使 若是他 早他们跑了 先辈的另一个遗言 他也记得贼清楚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他看不懂 但小老头和神算子 却看得门轻 夜晨虽可怕 但自身遭禁锢 大多时候 都是被动防御 因禁锢束缚 他之功法 基本都难命中 正因如此 天魔才死战不退 很明显 夜晨是个活靶子 那得吵死了打 搞不好真能打死 纵打不过 再跑也不迟 反正夜晨追不上 这 也正是夜晨恶心的 玉空的能力都没 只能站在原地打 看天魔 却是漫天的乱窜 瞅准机会 便一套大招伺候 准荒帝抗作不假 但这活靶子 做得着实淡疼 死吧 说话间 天魔又动大神通 乃一根漆黑的魔光柱 有魔纹交织 从天笔之落下 有催枯拉朽之威 所过之处 尽皆成灰 能一击打灭 一尊普通的天地 夜晨一声闷哼 被砸得一阵裂浅 不过 魔光柱奈何他不得 撞在他身上 当场爆裂 砸 我让你砸 夜晨大骂 肉嘟嘟的小手 霸天绝地 一掌拍灭乾坤 打得天魔血骨横飞 破 天魔未站稳 第三次吐血 不知是伤的 还是气的 这他姥姥的 底牌进出了 就是打不灭 那个小不点 明明是个活靶子 咋还越打越活蹦弯跳了 反倒是他 越打伤得越重 他之心境 是骇然的 这份震惊 自是对夜晨 被锁得死死的 都这般强大 若在巅峰状态 那还了得 真流年不利啊 未撞见这个宇宙的至尊们 却撞上了其他宇宙的 能打能抗能忽悠 该是个全能的人才 至少 他是战不过的 来 继续 夜晨抹了一把鼻血 扬天大骂 天魔窝火 他更窝火 虽万法不清 却还是被锤得鼻青脸肿 没办法 谁让他是个活靶子来 如今 也只能骂 只因 天魔战的足以够高 距他也足够远 他的功法是打不中的 天魔冷笑 未有言语 见他盘膝飘渺 磨煞汹涌 残破的魔躯欲合 躺出的鲜血倒流 崩坏的魔骨 一根根重塑 这副举动 很好地昭示了一番话 你特么的 给老子等着 等吴复原 接着捶你 本章完 第3213章 天魔持久战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哄咚咚咚 昏暗一空间中 大战虽停歇了 可轰隆却不知 苍秒依旧电闪雷鸣 颇多毁灭意象演绎 下方依旧血海汹涌 能见怨鬼于内挣扎 天晓得血迹了多少生灵 咋看都像一座无见地狱 飘渺疯癫 赤发天魔盘坐 七非魔煞环绕其身 魔鹰响彻天穷 十二剑秩序链条 四隐若现 的确非一般的天魔至尊 起码参悟了规则 恢复力颇霸道 前后不过三个瞬息 便重塑了魔区 许是太沉重 压得乾坤晃荡 可他并未其身 外伤是好了 内伤有存 每一次攻伐叶晨 或与叶晨硬汗 都被震得不轻 下方 叶晨就尴尬了 盘腿 坐在酒葫芦上 脸色颇黑 老大 那会要谋足劲弄死你啊 混沌顶旋在身侧 嗡嗡直颤 虽是法器 神志超高 看天魔神态 不到最巅峰状态 是不准备下来了 一瞧便知 再憋大招 恶心的是 叶晨状态不佳 仅于空这一点 就足够他淡疼 自始至终 都是被动挨锤的那个 叶晨未答话 所谓的局面 早特么看得通透了 已有某种觉悟 他看的是一空间 得想个法顿出去 做活靶子的感觉 着实很憋屈 看了两久 才见他收了谋 仰头望看苍妙 一空间并不难破 打残天魔便好 若他这尊准荒地 在正常状态 自不用这般麻烦 一击便可强迫一空间 奈何身体背锁 只得在天魔身上下功夫 趁他疗伤 杀上去 除物待中 赤焰雄师扎虎 惹得神算子一阵斜眼 若此法可行 还有你说 能望见天魔不假 但双方的距离 起码八百万里 不等夜尘杀到 天魔必又拉开距离 以夜尘此刻状态 欲空都做不到 还想跟至尊比腿脚 他能抗 事儿不大 小老头捏了捏小胡子 先前的一战 便是最好的证明 挨了天魔那么多大招 那么多杀生大数 哪一个不是毁天灭地级别的 这都为伤到夜尘 可见那个小不点有多抗揍 当年他师叔说起夜尘时 他还不信 此番得见 真真信了 能打能抗能忽悠 夜尘绝对是个全能的人才 哄 莫的 突文苍穹一声乍响 乃天魔 已完全复原 一脚踩的乾坤崩塌 看逼格 也与先前略有不同 魔力更强 气势更盛 滚滚魔煞掩天盖地 立于飘渺醉风颠 如一尊盖世魔神 俯瞰世间的面目 争鸣可不 暴虐尸杀之意 龙木一空间 更多毁灭异象演化而出 夜尘瞥了一眼 在他看来 如今的天魔 与先前骑士无甚区别 逼格再谎眼 也没啥的调用 站着让你打 你也弄不死准荒地 荒谷圣体 不是闹着玩的 必灭如 天魔一鹤 亿万雷霆乍现 能见一座漆黑的魔山 八千丈巨大 自空压下 素有毁灭之力 似能压灭世间一切 夜尘看都未看 以周天之力画神棍 一棍晴天而去 哄 碰 其后画面 就格外扬眼了 天魔费心费力剧的魔山 被夜尘一棍从山底 一路洞穿到了山顶 连天魔本尊 都被戳得一阵烈浅 论逼格 还是夜尘的谎眼 火把子不假 却万法不清 啥个大山巨月 啥个神通秘法 无论来多少 都一概打崩 吞面 天魔怒吓 一掌暗下虚空 能见一道漆黑漩涡 急速地转动 有吞天灭地之威 欲将夜尘吞入其中 夜尘依旧干脆 还是一棍 直插漩涡中心 一棍脚的稀巴碎 天魔闷哼 蹬蹬后退 戴定身 脸庞猙獰的扭曲 又画了一把魔刀 不止刻有魔闻 还唠了奥妙法则 魔刀翁颤 刀芒横贯乾坤 威力霸天绝地 棒 还是这等声响 颇是悦耳 相比天魔的魔刀 夜尘的小脑袋 貌似更加坚硬 一刀劈过来 擦出血量的火花 魔刀炸碎 他却跟没事人似的 甚至 连一丝伤口都没 倒是天魔 被震得手臂炸裂 老血狂喷 杀 天魔震怒 杀声大树频出 打得天崩地裂 如一头发狂的魔头 哄 碰 轰 轰隆声再起 一空间晃荡 发了疯得天魔至尊 足够的吓人 丝毫不计代价 只要能弄死夜尘 纵拼半条命 也在所不惜 看夜尘 也足够的火大 硬抗功法 时而 也会打个反攻 无都替天魔尴尬 小老头唏嘘 别看天魔漫天乱窜 大树频出不绝 实则 他伤得更重 得亏在一空间 这若在外界站 整个森罗界 都可能被打崩塌 天晓得多少人死 赤焰熊师嘀咕 话声不断 不止一次吞口水 至尊间的斗战 任何一个鱼波 都是毁天灭地的 任何一丝鱼威 都能碾灭 他上百回 所以说 还是储物带安全 起码 有夜尘护着 天魔 可不会傻着去外界打 神算子话语悠悠 为啥 赤焰熊师扭了头 满目的疑惑 赐格领悟 卖关子的人 都该遭雷屁 赤焰熊师 一语付菲 比起他 子星就正常些了 至少智商正常 能听懂神算子话中寓意 天魔是不会去外界打的 会引来其他至尊 夜尘会不会被打他不知 但天魔 一定会被群殴 哄 哄咚咚咚 说话间 斗战动静更加大 天魔不知试了多少神通 夜尘不知挨了多少大招 一个浑身是血 一个鼻青脸肿 可以得见 天魔更凄惨 比第一回更惨 打得越狠 遭得反阵便越强 为伤到夜尘不说 反被震出一身内伤 血于骨崩满号秒天 又一次 他霸占顿身 右上飘渺醉风颠 争明着面目 盘膝而坐 接续断裂的血骨 重塑残破的魔躯 咬牙切齿地看着夜尘 一副神态 依旧昭示了那番话 给老子等着 要站那边来 夜尘大骂 脸色漆黑无比 还是一个鼻孔流血 鼻青脸肿的小模样 咋看都搞笑 若非身体被锁 鬼才愿意荡火靶子 早把天魔摁地上摩擦了 堂堂准荒地 这绝对是他 打得最恶心的一仗 也得亏他足够能抗 不然 早他娘的被打成灰了 那货 要打持久战 混沌火意味深长道 看出来了 赤眼雄狮搔了搔踪毛 这次倒是智商在线 等着吧 用不了多久 天魔还会杀下来 站到一身伤 又会上去疗伤 完事 再杀下来干架 明显要耗死夜尘 难得逮住一个身体被锁的至尊 机会千载难逢 他可不会轻易罢手 杀了夜尘 绝对有一场逆天的造化 说到底 这不只是怒火 还有贪婪 想到这 众人都看向夜尘 难掩的是担忧 那或是很强 但也有被耗死的可能 毕竟他是遭禁锢的 打一两回没啥 若周而复始的挨锤 那就不怎么舒坦了 夜尘又抹鼻血 无视众人眼神 更多的是冷笑 灭他 天魔道行还差点 被锁了不假 但准荒的底蕴 尤存 想送他上路 起码得天地最巅峰 或者 再来一大帮至尊 仅凭天魔一个 耗不死他的 事实 正如众人所料 为多久 天魔便起身 自天而下 席卷滔天魔杀 废话一句不多说 上来便是绝灭的大树 夜尘不惧 迎天攻伐 大战又起 两至尊一上一下 一个漫天乱窜 一个原地不动 一个面目猙獰 一个心中窝火 站得如火如荼 一空间晃荡 已有撑不住的架势 颇有崩溃的前兆 结局 不难预料 天魔又败 败得更惨烈 多数时候 都是被自个打出的神通反阵 平生所学进出 愣是打不灭夜尘 就这 纳斯依旧不信贤 第三次入飘渺疗伤 怒火与贪婪 已蒙蔽了他的神志 本就心红的眸 一望不见瞳孔 被鲜血冲斥 一副将 夜尘不耗死 就不罢手的架势 下方九葫芦上 夜尘又盘腿坐下 俩小手拖着小脸 额头黑线乱窜 赵云 你大爷的 他的骂声 无人听得见 本就不白的小脸 已黑了个透亮 也对 大老远的跑来 就等着赵云 带他装逼带他飞呢 这倒好 找不着人不说 还做了活靶子 诸天的大楚地诗皇 来这一趟 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阿帖 远在神界的赵云 一个喷嚏 打得霸气侧漏 总觉有人在骂他 不对 就是有人在骂他 呜 呜 漫天顿甲翁颤 一颗颗天字 皆闪烁了金光 有神秘力量交织 成炼化之力 又将他龙目 饶势永恒不灭 竟都难抗衡 若非这诡异的天字 他还能扛个五百年 如 还能撑多久 血发青年又现身 笑得玩味细虐 阿帖 这 便是赵云的回应 相比血发青年 他更想知道 究竟是哪个人才在骂他 哄 哄咚咚咚 下方先借一空间 再次热闹起来 复原的天魔 又杀下来找刺激了 看那迷一般的走位 都找不着他真行的 就见漫天剑芒 雷霆 刀影 掌印 一套连着一套 下方 作为火把子的夜尘 的确够敬夜 自始至终 都为挪地儿的 挪也没用 无欲空的能力 乌夺天造化的身法 走哪都会被命中 本章完 第3214章 至尊扎堆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碰 哄 森罗界的夜 并不平静 本该祥和安逸 却因一声声 震天的轰隆 敲响了一次 又一次的丧钟 说丧钟 并不为过 如赤燕雄师所言 若夜尘 与天魔 在森罗界打 这片大路 多半已崩塌 至尊间的斗战 轻则一欲诈毁 重则一戒毁灭 遭殃的人 都是蝼蚁般的小生灵 不是至尊 便扛不住 至尊余威 哄 轰隆隆 映着心灰月光 轰声越发强烈 整个森罗界都在颤 不知多少古城被震塌 不知多少山岳被震碎 混乱的景象 比比皆是 遭殃的人 也是一抓一大把 有太多生灵 在睡梦中 被震灭了肉身 哪来的轰隆 天之下 满是这等疑惑声 太多人立于山巅 穷尽目利眺望 未见有大战 却闻轰声频频不断 每一次轰鸣 都震战心灵 更有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 好似有一场恶难 正悄然降临 至尊大战 老辈人眸光深邃 必是至尊大战 不然 也不可能有如此大动静 要打便去神界打 跑仙界倒什么乱 骂声颇多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自无望枯竭 神山炸毁 仙踢崩断 仙界已有很多年未见至尊了 难得太平 总有战乱 也只小打小闹 偏偏至尊一来便不安生 一言不合 就他娘的约架 伴着轰隆 又有几道人影显化 藏于虚无缥缈 俯瞰整个森罗剑 能见鬼煞魔君 除他之外 还有曾诛杀神算子的无天血尊 剩下的几人 也都货真价实的至尊 难得扎堆 本在仙界四方寻遁假天字 听闻至尊斗战 这才聚来一看 有意思 无天血尊优效 神色戏虐玩味 不知是谁在战 却知斗战双方 都在一空间中 且并非定格 一空间时刻在移动 除了无等 还有其他至尊下来 一苍然老者履了胡须 头生鸡脚 并非人羞 却是正儿八经的至尊 周身有法则 四隐若现 有 鬼煞魔君当即道 口吻颇肯定 先前 被一巴掌轮飞 记忆犹新 想起那个小不点 都忍不住心颤 强得有点不着边际 搞不好 在一空间大战的一方 便有那个至尊 至此 他都不知对方是啥个来历 也从未听过其名号 好似凭空出现 如你所言 吴道 真想见识一番 吴天雪尊玩味一笑 听鬼煞魔君说过 着实有趣 当真如此 那得捉回来 好好研究研究 保不齐 会是一场逆天的造化 话落 他第一个抬脚 一步跨过虚无 入了浩瀚星空 如鬼煞魔君 苍然老者等众至尊 也不分先后 只因 一空间又动 已从森罗界 移到了星空中 半数以上的至尊 都拎出了家伙 就等着一空间崩溃 等斗战者回来 完事群起而攻之 大战波动不小 更多至尊被引来 都是老熟人 都是被派下来 寻遁假天字的 瞧见吴天雪尊 远远都会行上义礼 在外人看来 那个叫吴天雪尊的人才 就是这帮至尊的老大 除了至尊 还有不少胆大的修士 寻着轰隆跑来看热闹 然 待望见众至尊后 都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好多年未见至尊了 再见已是一大堆 杀人越货的勾当 至尊们干得最溜 哼 轰隆隆 一空间中 才是真的热闹 天魔已不知第几次杀下来 血灵的魔躯已不见了人形 半颗头颅都炸灭了 莫说赤焰熊士与紫星 连神算子与小老头 都看得透心凉 那货怕是真的疯了 一次更比一次伤得惨 照这架势下去 谁耗死谁还不一定呢 也因夜尘太抗揍 被捶了这么久 浑身上下都不见血贺的 除了个头有点低 其他没啥 啥 天魔嘶吼 一刀劈裂乾坤 终 夜尘无视魔刀 拎着周天神棍 一棍戳翻了天魔 他挨天魔一刀倒没啥 但天魔挨了他一棍 就有够酸爽了 血灵的魔躯 有多一个血窟窿 喷泊的鲜血 宛若永泉 看得人头皮发麻 啊 天魔劈头散发 瞬间重塑神刀 加持了法则 刻入无上魔纹 融了无数神通 威力毁天灭地 颇有将夜尘一刀生批的架势 夜尘冷笑 肉乎乎的小手 逆天拍上 棍子都不用 徒手硬汗 哄 顿的 一道漆黑的光韵 以手与刀碰撞的那个点为中心 无限的蔓延 斜有毁灭之威 锁过之处 乾坤逆乱 阴阳颠覆 空间一寸接一寸的炸毁 一瞬 一空间崩塌 夜尘与天魔 不分先后 乍翻出来 天魔 坐手星空的众至尊 一眼洞悉 是他 鬼煞魔君盯着的 则是小夜尘 化成灰他兜认的 正因认的 脸色才足够争鸣 想想那一掌 都觉浑身疼 至尊的威严 也因那一掌 而荡然无存了 该死 天魔祸得定身 见众至尊 转身变顿 真怕啥来啥 虽有一空间阻隔 还是被其他至尊捕捉到了动静 也怪他太任性了 非要与夜尘死磕 才惹来这么多至尊 显然是在等他俩出来 如 走得了 无天血尊冷笑 眉心有一柄神剑斩出 紧争鸣声 便震探了无数星辰 破 方才顿出不过百万里的天魔 被一剑斩中 半个魔区都炸灭了 纵如此 那也得继续逃啊 还得跑快点 他动了进法 拖着残破魔区 亡命顿走 脸色猙獰的下人 本以为能耗死夜尘 谁曾想 非但未耗死 还险些被绝杀 这桩买卖 做得着实亏本 拿走 苍然老者冷亨 提剑追杀 至于鬼山魔君 与无天血尊他们 则还在那片星空 相比天魔 他们对某个小不点 更感兴趣 那个小不点 自是只夜尘了 依旧立在酒葫芦上 已经站稳 站得特别稳 本想做点啥来着 不过思来想去 还是站着较稳当 被这么多至尊围着 他这俩小短腿 还能跑了不成 老大 人有点多 看出来了 照得驻步 不怎么照得住 夜尘干咳 俩眼 上下左右咕噜转 看了看鬼煞魔君 又瞅了瞅无天血尊 在场的至尊 有一个算一个 被他挨个看了个遍 最后 他的目光 才落在无天血尊身上 那祸 可不是一般的至尊 先前一件生批天魔 足证明他的可怕 按诸天修为来算 已属天地最巅峰 是有能力灭他的 更别说 还有这么多至尊助战 本章完 第3215章 五马分尸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轰 轰隆隆 星空浩瀚 嗡嗡晃荡 十几个至尊 如十几轮璀璨的娇阳 悬在四面八方 神明的光辉 普照世间 各自气势相连 撵得乾坤炸裂 又在炸裂中凝固 不见大战 却见毁灭异象 方圆八百万里 顿城禁区 而被围在中间的夜尘 显得格外的眨眼 天魔跑了 就剩下哥纳楚的板板整整 倒是想开溜 奈何小腿 马力不够 跑 你怎的不跑 鬼煞魔君幽笑 打破宁静 饶有兴趣地望着夜尘 笑得阴森可步 比起先前 今日毫无巨异 单挑干不过夜尘 群殴就不好说了 今有无天血尊坐镇 更有众多至尊驻站 底气不是一般的足 就说吗 挨了人一巴掌 终有一日 是要还回来的 这股火气 他已憋了很多日 战毛已磨好 就等把那个小东西 当串撸了 夜尘不语 摸了一把鼻血 斜了一眼那货 若能跑 还用你避避 有趣 众位至尊摸下巴的摸下巴 吕胡须的吕胡须 上下扫量着夜尘 如似在看活 且各个眸光深邃 时而见眉与微皱 还真如鬼煞魔君所言 这个小不点 诡异的有点不怎么正常 以至尊的眼界 竟忘不穿夜尘 只知他也是至尊 只不过 被禁锢锁着 乃至于连玉空的能力都没 不然 也不会搁那干战着 这 就很好收拾了 那就是个活靶子 能一掌抡翻鬼煞魔君 倒有绝非无名之辈 吴天血尊笑得玩味 逼格满满 众至尊能不穿夜尘 他也看不穿 正因看不穿 才越发地感兴趣 谋中有贪婪之光闪射 如夜尘这等至尊 若恋化 若吞了 必是逆天造化 搞不好 能助他涅槃 先借一行 着实来对了 小喽啰一个 夜尘回得随意 神色不变 若非他用周天遮掩了本相 必会暴露不属这个宇宙的秘密 欲看穿 他的身份 得准荒帝才行 捉了如 一看便知 位列东方的至尊 豁得探出大手 乃一银袍青年 实则 是个老家伙 一头银发灿灿生辉 周身道则环绕 鬼幻异象平生 威压横贯心欲 若按诸天修为来算 该是一尊出接天地 且误了法则 谨论战利 便远非 那尊天魔可比 哄 大手还未落下 星空便已崩塌 掌翼有毁天灭地之威 夜尘就淡定了 对着小手 哈了一口气 完事儿 一个大摔被手 抡了出去 小小出接天地 也敢捉我 破 血光乍现 银袍青年的手 当场炸成了一片血雾 连他本尊 也被震得登登后退 每退一步 都踩得星空崩塌 这般强 众至尊见之 顿得皱眉 怎么可能 银袍青年定身 难以置信 以他之修为 竟被打得一招完败 如今 可信了 鬼煞魔君弹道 当日说时 无人信他 还惹来众至尊的讥笑 此番再见 着实舒坦 很好 无天血尊优效 虽有诧异 并无震惊 谋中的贪婪之光 越发炙热 夜尘越不凡 便越能为他造出机缘 多少年了 终是撞见一个宝贝疙瘩 兴奋得要发狂 莫废话 合力倾下 银袍至尊冷亨 再次杀来 如他这般 其他至尊皆动 清一色的天地至尊 施了奥妙先泽 聚成了封禁大阵 嗡 夜尘干脆也霸道 轮动了周天神棍 啥个法则 啥个封禁大阵 一概被敲得粉碎 你 鬼煞魔君杀志 一箭罢绝 嗡 夜尘看都未看 一棍抡起 打灭了其肉身 大地级的小喽啰 就别搁这找刺激了 天地都不够看 你跑来逗乐 鬼煞魔君色变 心灵战力 谨剩的元神 飞天变盾 逃得头都不敢回 他这个至尊 该是最尴尬的一个 偷袭未果 反被打毁神区 主要是太急切 颇想报那一掌之仇 乃至于错过了实力 几方阵容足够庞大不假 但是他 显然不够看 在外界他是身 在夜尘眼中 就是个小虾米 只有观战的份 无参战的资格 封 重至尊思喝 又合力施法 以至尊道责 聚了困神牢笼 其内电扇雷鸣 有风镜之光乱窜 有秩序链条纵横 更有神链 突入夜尘神海 欲扯出其原神 封我 夜尘冷亨 一棍横扫八荒 方才成形的牢笼 瞬间崩裂 施法的至尊 一个个都遭了反阵 如 很强 无天血尊弹道 扶摇直上 以至飘渺最疯癫 优效的一语 满载魔力 灵天的一掌 重如八千丈巨月 刻满了神闻 这一掌 可不是闹着玩的 饶氏夜尘 都被其压得一阵裂减 相比其他至尊 无天血尊才是真的可怕 修为已是天地最巅峰 且非一般的巅峰 看其道运 起码握了两种以上的法则 一种射击时间 一种射击因果 如这等力量 能真正伤到他的 至少 如此状态下的他 是被克制的 毕竟返老还童 而且深有禁锢 自诸天到了这个宇宙 他便属一个外来者 先天便受这里 规则压制 锁了 银袍至尊大赫 获得台币 五指朝夜尘 掌心有秩序链条射出 其他至尊也一样 一条条秩序链条如油蛇 捆了夜尘手与脚 更有无数仙则 化成了虚幻神符 一道接一道的 刻入夜尘的体魄 也是封禁的一种 不是一般的霸道 禁得夜尘身体一致 小喽喽多了 也足够恶心 最恶心的 还是他自身的禁锢 除了周天演化 啥都不让用 哪怕开一个万剑朝宗的仙法 也够这帮兔崽子喝一壶的 可惜的是 他做不到 动 怎地不动啊 银袍至尊冷笑 神力纵横 与其他四大至尊合力 揭双手 拽着秩序链条 拉得紧紧的 自天俯看 被锁了手脚与头颅的夜尘 愣是被拉成了一个大字 那传说中的五马分尸 就是他此刻的姿势 若武至尊力道足够 真能给他拉散架了 得 照不住了 储物带中 赤焰雄狮一声干咳 至尊推多 神算子与小老头神色难看 倒想杀出来助战 奈何修为有限 如俩他俩 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 一瞬便会被威压碾成飞灰 事儿不大 混沌顶到淡定 几个天地就像封阿门老大 未免太小看大楚地狮黄了 来 听个响 夜尘说着 小手拳头紧握 猛的交叉一拽 拉着符文链条的东西两至尊 便被其扯了过来 一个自西向东 一个自东向西 如两道神盲 好巧不巧地撞在了一起 棒 俩脑门碰撞的声音 还是很悦的 两大至尊撞的头颅崩裂 棒 第二道声音 随之响起 另外两至尊也被扯来 也撞了得板板整整 至尊的骨 染着至尊的血 崩满星空 看着都疼 赤焰雄师干咳 神算子与小老头 也扯了嘴角 真小看夜尘 还有这般奇葩的操作 天地及至尊 说拉就拉过去了 想把他五马分尸 五至尊的力道 显然不够分量 破 雪光四射 用秩序链条锁着 夜尘头颅的银袍至尊 也被拽了过去 被夜尘一掌 打崩了半个肉身 浩瀚的星空 又血腥一分 五大至尊一个比一个惨 本以为进了夜尘 谁曾想 这局都能破 心里平衡多了 看鬼煞魔君 狠狠吸了一口气 先前被讥讽 如今瞧这局面 格外的舒坦 都是至尊 为吗救我挨揍 看吴天雪尊 笑容更灿烂 真特么爱死夜尘了 这个小东西 着实让他意外 吞了 必须给他吞了 若无造化 鬼都不信的 该死 当真该死 银袍至尊低吼 劈头散发 也咬牙切齿 本是清明的眸 蒙满了血色 已拎出了嗡名的神剑 其他壮得 头破血流的四至尊 也各自拎出了家伙 神色没有最猙獰 只有更猙獰 方才还想封了夜尘 如今 不准备封了 要把那活弄死 堂堂神明 太特么丢人了 自封至尊以来 还是投回这般丢颜面 至尊威严 荡然无存 人啊 还是低调点好 夜尘话语悠悠 姿态悠然 先前被刻入他 体魄的一道道神符 皆被捉出来 与掌心碾灭成灰 想封他 这点道横可不够 妙 着实妙 无天血尊拍手 灵天俯瞰 笑得 还是那般细虐 贪婪之光难掩 比起寻天字 夜尘才是真的惊喜 这若在往日 那或多半已被垂成太监 别这般说 人好歹是至尊 至尊咋了 至尊也得讲道理不是 夜尘未雨 可他的撒火宝 就不怎么安生了 在小世界扎堆 一言接一语 聊得贼开心 丝毫不掩饰 外面的至尊们 听得清清楚楚 也各个谋光异议 似能看到夜尘的小世界 宝贝还真不少 混沌级的火焰 混沌级的雷霆 还有那口神鼎 庞大厚重 且道运浑然天成 怎一个霸道了得 看着看着 众至尊便动了 自四方一涌而上 不打算留守了 要杀人越祸了 本章完 第3216章 荒帝有梦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太古洪荒 女帝盘于疯癫 宛若冰雕 沐浴着月光 如梦似幻 啊 惨叫声时而响起 船自太古镇方向 总有那么些个至尊 如地道F4 隔三差五的挨奏 自夜尘走后 他们鼻青脸肿的模样 已成昏暗天下 最靓丽的风景 不是吹 三天两头的挨奏 打得他们脸皮都厚了 看其他重地 各个都是忠实的看客 逢见四地被锤 就格外的舒坦 终日坐手震脚太无聊 总得找点乐子 看神将们 早已习惯 传说中的至尊 也有可爱的一面 这些个风景 在诸天是看不见的 逗逼 神尊拎着酒壶 斜躺在树下 喝得悠哉悠哉 自某为准荒地走后 着实闲得淡疼 总想找人约一架 夜尘 女帝默得一语 豁得开眸 也豁得起了身 一步没怎么站稳 还亮腔了一下 荒地也做噩梦 神尊灌了一口酒 话语悠悠 在不经意间 扫了眼女帝 妹妹的脸颊 带了一抹苍白 女帝不语 翘眉微平 如神尊所言 她做了噩梦 有关夜尘的噩梦 梦见那尊圣体 劈头散发 浑身血灵 被一杆乌黑的绽毛 钉在了神碑上 在万众瞩目下 接受神的审判 正因此梦 她才神色苍白 荒地有梦 极为预言 所以 她所梦到的 必成现实 有时 吴在想 秦夕夜尘的 究竟是楚轩楚灵 还是你自己 神尊悠悠一笑 云云众生 万丈红尘 为何偏偏梦到的是她 女帝依旧不语 笑得莫名 莫说神尊 连她自个都分不清了 哄 哄咙咚咚 漠然间 苍穹电闪雷鸣 时隔多日 又见急到地结 准荒急的地结 乃盘古地 今日 她终踏出了那一步 自天地最巅峰 一瞬破入准荒地 诸天的第一尊地 论道运的沉淀 无人能比过她 当是厚积薄发 看地结尾的事 丝毫不比轩辕地弱 雷霆未险 便一见古老异象 一片混混顿顿中 演出了宇宙大界 山月灵力 长川纵横 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多颇具灵性 更有古老的道音 响彻四海八荒 很好 神尊随意扔了酒壶 顺身消失 在现身 已是太古镇 盘古地被替下 远顿苍苗 而后便见亿万雷霆 自酒消清泄 这片天地 顿得热闹 哄 碰 哄 同样热闹的 还有其他宇宙的仙剑 乃夜晨 正被群殴 众至尊如吃了枪药 玩命的功法 刀芒 剑影 掌印 雷霆 漫天皆是 每一击都是毁天灭地的 看夜晨 怎一个狼狈了得 先前 这帮兔崽子至尊们 还好说好商量地用风镜 卫下死守 此番再看 真吵死了打呀 好似都已看出他很抗揍 出手便是杀生的神通 大招一套接一套 都不带重样的 就这 无天血尊还未参战 就立在苍鸟 饶有兴趣地欣赏着 在他看来 夜晨死不了的 被锁了不假 但底蕴犹在 正因如此 他眸中显露贪婪的同时 还有一抹震惊潜藏 夜晨的抗打能力 已远超了他的预料 若换作是他 早被打成灰了 所以 他敢断定 正常状态下的夜晨 修为境界绝对高过他 如这等存在 先天便是一座宝藏 自其身上 必能发掘出 数之不尽的机缘造化 破 他看时 夜晨第一次叠血 伤他者 乃银袍至尊 用的是法则攻击 在夜晨胸前 斩出了一道血赫 滚 夜晨挥手 一掌 将其抡翻 为此 他也付了血的代价 几被挨了一剑 还是一道森然血赫 透过伤口 能得见灿灿筋骨 若非底蕴足够强 搞不好会被一剑生批 神通仙法他不怕 怕的是法则 如他的轮回剑 看似有形 实则无相 挨上一剑 谁难受谁知道 更遑论他还是个活靶子 无论哪个至尊出招 基本都能命中 但他的功法 在大多时候 都打不着对方的 众至尊非傻子 会将距离 拉得无比遥远 远到超越他的功法极限 破 其后画面 就格外血腥了 都知法则刻叶尘 众至尊自不留守 反悟出法则者 借以法则攻击 打得叶尘频频叠血 这般下去 纵不被耗死 也会被打死 赤焰雄狮 暗自吞口水 神蒜子和小老头的脸色 也不怎么好看 如今遭遇的 可不是一个至尊 是一大帮的群殴 还有一个无天血尊 未曾参战 逃又逃不了 走又不得 叶尘这个火把子 早晚会被打成灰 这个过程 只时间问题 也便是说 若无至尊救援 叶尘今日必死无疑了 哄 说话间 一片心欲崩塌了 是被叶尘压他的 被银袍至尊一箭斩翻 地区太沉重 压断了乾坤 心欲跟着遭殃 不知多少星辰被震灭 亦曾寂灭光运 无限蔓延还宇 乃至正赶来 查看的修士 也一片接一片地被撞翻 修为弱者 当场肉身炸毁 魂飞魄散者 也比比皆是 鲜血染红了星空 至尊大战 世人穷尽目力 极尽眺望 各个神色惨白 无人再赶上前了 余威太强 哪怕一个谎神 便是身毁神灭 仙界这是怎么了 以许久未见至尊 都从神界下来了 跑仙界来捣乱 遭殃的永远是弱者 议论声不断 此起彼伏的 人影黑压压一片 却无人敢踏足 方圆八百万里 便是众生的禁区 不是至尊 谁进去谁死 破 破 金色的血光 炸开一片又一片 叶尘的惨烈 看得神算子 他们透心凉 浑身上下 皆是血赫 老大 放俺们出去 小世界 混沌顶上蹿下跳 混沌火与混沌雷 也杂杂呼呼的 不止一次要杀出 却都被叶尘挡了回去 奇怪 叶尘边站边嘀咕 每挨一次攻伐 身体的禁锢 便会弱上一丝 虽只一丝 却能清楚感受到 他的眸光 深邃不少 思索良久 才见顿悟之色 或者说 他寻到了 除顿假天字外的 另一种方法 且说禁锢 字内很难破开 道理不难懂 便如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 想要自个挣脱绳子 根本就使不上力 若有外人来解 那就轻松很多了 所以 解禁锢 需用外力 顿假天字 便属外力 而众至尊的法则 同样是外力 一次次的冲击 致使他的禁锢 在一定程度上 被一丝丝削弱 原来如此 叶尘笑了 法则能伤他 同样能救他 是毒药 也是解药 无非就是看他 先被毒死 还是先破禁锢 念 一瞬 银袍至尊杀盗 首提时间法则画的神剑 朝他眉心戳来 然 在剑尖拒夜尘眉心半寸时 乾坤静默的定格了 能见残破的彼岸花 一朵接一朵的绽放 没错 是一念永恒 使此术者 自视夜尘 因禁锢削弱 勉强使出了定格的神通 看银袍至尊 有点猛啊 他娘的 不是身体遭禁锢吗 咋还能动仙法 莫说他 连观战的无天雪尊 都一瞬微眯了眸 看得出夜尘禁锢的变化 能动神通秘法 便是最好的证明 实则生变 无天雪尊一步下苍妙 摇格虚无 点向夜尘眉心 看似普通 实则有无上神威 一念永恒 夜尘心道 自来这个宇宙 终于能动仙法了 那得好好秀一波 尴尬的是 此番一念永恒 竟失效了 不见彼岸花开 亦不见乾坤定格 破 金色的血光 格外的刺目 他的一念永恒失效 可无天雪尊的意志 却硬实杀到 给他的眉心 戳出了一个森然的血窟窿 神海遭重创 元神也遭波及 脑袋瓜嗡嗡的 瞬间蹊跷流血 扯淡 夜尘一声暗骂 抬手一掌 震退了无天雪尊 算是看出来了 禁锢只是削弱 并不是被解除了 且削弱的极其有限 所谓的一念永恒 是时灵时不灵的 看脸的时代 人品很重要 速速拿下 无天雪尊冷亨 再不敢继续浪了 只因夜尘 太诡异 轰 碰 轰 无需太多 众至尊的功法 也足够的猛烈 道道都是法则神剑 在夜尘身上 斩出一道道血鹤 来 夜尘不躲不闪 一并承受 每挨上一剑 禁锢便被削弱一丝 结束了 无天雪尊弹道 一语枯寂 如上苍的宣判 容不得众生忤逆 他还是一指 乃无上的风静 好 龙音升起 一尊万丈金龙 自夜尘周深墨的显化 一个霸气侧露的神龙八尾 将无天雪尊 甩翻出去八万里 强如他天地最巅峰 也险些被甩得散架了 怎么可能 众至尊皆震惊 这个小东西 咋还越打越强了呢 最难受的 当属无天雪尊 方才那一个神龙百尾 甩得他措手不及 非但为一指命中夜尘 反被龙尾撞得浑身疼 夜尘就颇为遗憾了 是那八部天龙不假 可惜 出来的只有一头龙 若八龙齐险 那无天雪尊 可就不是横飞八万里 那般简单了 没办法 自身禁锢的原因 仙法不止石灵石不灵 还不能完整地使出 而且 威力大打折扣 本章完 第三千二百一十七章 翘宝贝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好 很好 无天雪尊踏空而回 怒急返效 滚滚的血煞 掩天盖地 遮得心灰暗淡 本是忧生浩瀚的眸 染了一层心色 暴虐之意 横贯八荒 自成至尊 还是投回这般丢颜面 竟被一条龙甩翻百万里 哄 哄隆隆 因他威压 心欲嗡嗡隆隆 莫说世人 连在场的众志尊都心颤 险见无天雪尊震怒 今日着实有幸 惹毛了他 下场可不怎么好 好黄眼的逼格 混沌鼎一声颤 语色唏嘘 竟还藏了底蕴 夜沉难难 眸光深邃不守 纵观两宇宙 准荒之下 多半无人是他对手 那或以一只脚 踏入准荒地 纵铜奸的红颜 也未必拿得下他 就说嘛 这个宇宙很不凡 也是人才辈出 拎到诸天 也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如 触怒了吴 吴天雪尊淡道 一语缥缈枯寂 真如上苍宣判 满载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 谎似 他真就是一尊神 威震还语 夜沉未答话 说你逼个谎眼 还真特么喘上了 若非老子遭禁锢 一路给你踹回娘胎 说话间 星空又轰隆 乃吴天雪尊 诗了大神通 照了亿万雷霆 聚称了雷电的汪洋 通体蒙着血色 也迎着末日光辉 有吞天灭地之威 只一个照面 便淹没了夜沉 连带着那片星空 也一并压地崩塌 给吴 开 夜沉冷哼 挥了周天神剑 遗憾的是 未能展开雷海 非他不够强 是这雷霆太诡异 似真似幻 有封镜之力 有化灭之意 一道道雷电 都恍似飞舞的秩序链条 刻入他体内 便是可怕的禁锢 犹如一道道印记 烙在了他灵魂中 众至尊深吸一口气 皆退了一步 看雷海的神情 颇多忌惮 夜沉不知 可他们却门清 无天血尊以此法 不知吞灭多少至尊 每一道雷电 都染着至尊的血 若被吞的是他们 纵不被封镜 纵不被化灭 也会被雷电 碾成飞灰 他太沉重了 就连溢出的雷烯 都能崩断乾坤 一片雷海 说是至尊们的坟墓 也不为过 给吴 开 夜沉一声冷哼 在这瞬间 使出了地道仙法 一剑划出了永恒星河 自南向北 将雷海 劈成了两半 可惜 因自身禁锢 使出的仙法 并不完整 且威力大打折扣 也只劈开了雷海 并未将其斩灭 乃至于被劈开的雷海 又聚成一片 第二次将它淹没 一路大江长川汹涌 卷它站都站不稳 待它在挥剑时 仙法已不灵了 风 无天血尊冷斥 变了硬绝 翻滚的雷海 顿得枯竭 演成了一座雷霆祭坛 四根雷霆神柱 毅力其上 横贯上下两千坤 每一根神柱 都有秩序铁链窜出 一道道纵横 突入夜沉体内 锁了其四只百骸 五脏六腑 其精八脉 乃至原神真身 本源圣古 都一并锁得死死的 都是禁锢 无天血尊的禁法 远非众至尊的可比 真特么出类拔萃 夜沉未言语 可那副神态 却很好地昭示了这番话 欲要挣脱 奈何有心无力 啥个神通 啥个秘法 都特么使不出了 都他娘的不灵了 因他糟禁 星空堕入瓶颈 跑 怎就不跑了 不待无天血尊发话 便闻鬼煞魔君宁孝 也是个极优秀的至尊 先前被打灭的肉身 已然重塑 见夜沉被封 第一个踏上了雷霆祭坛 手中还拎着一柄 嗡鸣的神剑 看样子 颇有给夜沉身上 戳几个血窟窿的架势 夜沉不语 斜了一眼这货 你他娘的 哪只眼瞧见老子跑了 小东西 怎地不蹦大了 其他众至尊 也都上来了 各个笑得阴森暴虐 猙獰的面目 皆如恶鬼 咬牙切齿地要杀人 夜沉懒得搭理 别看这些个人才 都扎乎得响亮 却是与跳梁小丑无异 真正可怕的是 吴天雪尊 待他落下时 众至尊都很默契地 让出了一条路 寓意很明显 这位才是老大 俺们都是打酱油的 如 还能给吴多少惊喜 吴天雪尊悠笑 一手按在了夜沉天灵盖 吴指间有神光绽放 动的是搜神之术 欲窥看夜沉记忆 颇想知道 如夜沉这等至尊 究竟是哪冒出来的 又藏着何等秘星 得 这下完了 小世界中 赤焰雄狮心凉了的透顶 连神算子和小老头 眸中 都湮灭了希望之光 先前是火把子 尚有反击之力 如今被禁了 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了 师叔啊 你特么跑哪去了 小老头暗骂 没事时 竟见那货个人眼前晃悠 找他时 满仙界都不见他人影 看吴天雪尊 极其地尴尬 倒是动了搜神术 搜神术也足够地霸道 却傻也没搜着 望见得只混沌一片 未找着丝毫记忆不说 反还迷失其中 开玩笑 也不瞧瞧夜尘是何方神圣 可是货真价实的准荒帝 被禁锢了不假 可他在原神上设下的禁止 依旧存在 想搜他的魂 莫说一尊天地 纵准荒帝来了 一样不好使 除非荒帝急 不然 谁来都白大 吴天雪尊不信邪 依法则加持搜魂 一副不撬出秘星 就不算完的价实 可搜出啥了 夜尘笑看 吴天雪尊 实则是在刺激这祸 只因搜魂加持了法则 属外力中的外力 搜魂便会冲击禁锢 在这几个瞬间 禁锢又弱了一丝 无道要看看 汝能抗多久 吴天雪尊冷笑 知道夜尘禁锢弱了一丝 不过 在他俯首之下 又加了上百道的封印 这祸 天字着实不少 夜尘眸光深邃 拒这般静 能感知到吴天雪尊体内 有顿甲的抑郁 且还不少 破 给老夫破 银袍至尊冷亨 平平施法 欲破开夜尘的小世界 想从里面 拿出些宝贝 譬如那口大鼎 那朵金火 那道雷霆 那些个 可都是无上的神物 不止他在座 其他众至尊也未闲着 且各有各的神通 那一幕 不是一般的养眼 十几个至尊 围着一个一两岁的小娃 上下起手 别有一番风味 知道的是在搜魂市找宝贝 不知道的 还以为要群殴夜尘来 养眼的画面 也很尴尬 且说无天血尊 搜不出魂 再说众至尊 在夜尘身上倒过大半天 愣是破不开夜尘小世界 这一点 大楚的帝尸皇者 早有准备的 想从他这拿走宝贝 门都没有 一旦准荒帝关了小世界 外人想开 起码得准荒帝的级别才行 而且 还未必打得开 至于眼前这些个小喽啰 一个个的道横 还差了太远 还是这安全 赤焰熊师嘀咕 一声干咳 若非先前 夜尘将他们从储物带挪到小世界 此刻多半已被众至尊拎出来灭了 见众至尊破不开小世界 心安不守 只要夜尘还在 他们便无性命之忧 好生玄傲 紫星青南 自尽了小世界 多数时候都在望看四方 夜尘的小剑 太浩瀚了 一眼望不到尽头 有山岳灵力 有长川纵横 真就是一方大剑 也或许 只有夜尘这等级别的至尊 才能开辟出这等小世界 宝贝着实不少 神算子与小老头 在望看外界时 还不忘瞅一眼小剑 夜尘的收藏 真真不凡 八成以上 他们都未见过的 该死 当真该死 外界 众至尊怒声不间断 夜尘都被尽了 愣是打不开他的小世界 明知里面有一座宝藏 明知有无尽的宝物 却无开宝藏的钥匙 无天血尊不语 虽为大骂 可看他神态 多半也憋了一肚子的火 曾有那么一两瞬间 真想下死守 弄死这个诡异的小东西 不过 他不舍得 不止他 众至尊也不舍得 纵要杀 也得等把宝贝弄出来再杀 累了 便歇会儿 夜尘话语悠悠 他是被尽的那个 却也是最淡定的那个 笃定众至尊不会灭他 至少此刻不会 所以 他还有翻盘的机会 无论是众至尊破他小世界 还是无天血尊搜他的魂 无时无刻不再冲击着他的禁锢 禁锢被削弱一丝 能使出仙法的概率便越大 看众至尊扎堆 这若来了一个八部天龙 画面该是很养眼的 真小看你了 无天血尊冷笑 终收了手 虽依旧窝火 可笑容却多了兴奋 他时间多的是 总能想到方法 最不计 带回神界去 他做不到的 更强的至尊必能做到 我先前那条龙 霸道不 夜尘笑盈盈地 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是对无天血尊说 是对众至尊说 不知为啥 瞧见他这等效 包括五天至尊在内 在场的至尊 都顿得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只因夜尘的笑 不怎么正常 看似很灿烂 实则很瘆人 很快 预感应验了 诸天的圣体至尊 反攻了 极具了力量 终是使出了地道仙法 如他所说 正宗的八部天龙 本章完 第三千二百一十八章 旧场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好 好 抗魂的龙音声 响彻还宇 八尊万丈的金龙 一夜成为中心 飞舞开来 无天血尊骤然色变 此金龙的强悍 他之前是见识过的 力道足够分量 可他谋中 更多的是难以置信之色 要知道 此刻的夜成 是被禁锢的状态 不止自身禁锢 还有他加持的诸多风镜 这等境况下 竟还能使出如此霸道神通 着实超乎他预料 连他都色变 更莫说其他至尊 抵御稍弱如鬼煞魔君 心灵战力 还未被命中 便觉神区要被毁灭之力碾碎 破 破 其后画面 就格外血腥了 围着夜成的众志尊 包括吴天血尊在内 无一例外皆中招 被神龙白尾甩得漫天乱飞 除却吴天血尊外 基本都肉身炸毁 还是鬼煞魔君 神区已第二次暴灭 血于骨崩满乾坤 干得漂亮 小世界中 尖末如神算子 都忍不住叫好 小老头与赤焰雄狮 一蹦三丈高 不安分如混沌顶他们 也是杂杂乎乎的 看 夜成一声冷哼 正断了锁着他的符纹铁链 顺便 连无天血尊的刻入他体内的诸多风镜 也一并冲开 一瞬 他抬了小脚 一步跨过了虚无 横贯八百万里 但 也只这一幕 在想挪移 密法又失灵 一步没站稳 险些栽下星空 如 走不了 身后 无天血尊怒吼 被神龙白尾甩得劈头散发 肉身虽未毁 却血骨淋漓 配合猙獰的面目 真如一头自地狱来的恶鬼 前后两次被甩 真真恨到了怒火滔天 他的一剑 足够霸绝 无视虚无距离 邪有毁灭之威 越过了八百万里 破 夜尘遭窗 结结实实挨了一剑 被斩得一路翻飞 若非足够能抗 多半已被生劈 哄 碰 哄 星空顿得热闹 一路横飞的夜尘 不知撞灭了多少古星 不知压崩了多少星空 他是谁 在外围垫脚望看的世人 集体仰了头 俩眼珠子左右摆动 是眼见着夜尘 从他们头顶飞过去的 先前指纹大战的轰隆 如今 中事件有人出来了 而且 还是一个一两岁的小不点 人不可貌相 太多人唏嘘 差一只鱼 难免惊愕 一个个粉嘟嘟肉乎乎的小家伙 竟是一个至尊 而且 无一人见过 更无一人听过 哪冒出来的 哄 说话间 无天雪尊杀到了 如神一般降临 且神区沉重如山 脚掌落下时 踩得星空崩塌 有寂灭光运蔓延 成片成片的人 被撞得翻飞 一成片成片的人 被撞得身毁神灭 浩瀚星空又添血色 无天雪尊 道飞中 无数人坦然色变 好思认得无天雪尊 更知他的可怕 传言早已飞升神界 不成想 竟又回仙界 那可是一尊货真价实的魔神 葬在他手中的至尊 不知有多少 灭 无天雪尊冷亨 一语枯寂 挥手又一剑 锁定了夜尘 乃是绝灭的一剑 知道灭不了夜尘 但绝对能将其打残 给吴 停 夜尘赫声吭腔 豁得定身 小拳头紧握 要硬撼无天雪尊一剑 然 为等他出拳 便见一挂银河末的显化 倒挂星空 银河中 有一只金银玉手拍出 隔着浩渺虚无 一掌拍灭了无天雪尊剑芒 同一瞬 玉手也当场崩灭成灰 哄 一击硬汗 又呈毁灭光运 溺乱了阴阳 颠覆了乾坤 法则顿成虚妄 星空 不知多少裂痕炸开 有吞噬之力 方才站稳的夜尘 当场被卷入了裂缝中 瞬间消失不见 该死 无天雪尊抱贺 叹了大手 欲从裂缝之中 把夜尘给捉出来 可惜 已不见了夜尘踪影 裂缝非一般的裂缝 涉及诸多法则 连他都不知夜尘被卷乃去了 为捉住夜尘 他心红的眸 盯住了那挂银河 若非有人 替夜尘挡下他的一剑 怎会让夜尘跑了 他看时 银河正寸寸消散 藏在旗内的人 就是跑来救人的 如今夜尘被卷走 再留无意 来走 无天雪尊思贺 第三次挥了剑 斩向那挂虚化的银河 棒 金属碰撞声顿起 他绝灭的一剑 四斩在了一面盾甲上 破 而后 便是吐血声 船子银河 该是藏在里面的人 虽挡下了无天雪尊一剑 却也遭了重创 瞬间 银河消散 月神 无天雪尊冷斥 好似已知是谁 既是老熟人 也是死对头 这次 星空才堕入宁静 很快 鬼煞魔君那些至尊 皆自远方赶至 可惜 却来晚了 无天雪尊的面目 足够的凶宁 开了眉心第三谋 一寸寸的扫看乾坤 也施了推演的进法 欲寻出夜尘踪迹 奈何 道横有限 连夜尘影子都未瞧见 恍似人间蒸发 找 给无找 无天雪尊怒吼 生如万古雷霆 震断了万古仙穹 一只主熟的鸭子飞了 怎会不怒 接二连三的变故 让他至尊的威严 成了最可笑的笑话 他窝火 众至尊也窝火 特别是鬼煞魔君 差点炸了 阵容绝对压制 打一个被禁锢的小东西 竟特么还让他跑了 夜尘显化时 已是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界 飞翼的光 四隐若现 更时空之力纵横 时而扭曲 时而虚无 无时间与空间概念 澎湃的力量 无形无相 如熊江大河 将它卷来卷去 时空乱流 夜尘定身 环看一眼四方 确定这是时空乱流 他曾在大楚进过 但这里的时空乱流 显然更可怕 不然 无天血尊不可能寻不到他 这 就是时空乱流 小世界中 赤焰雄狮惊呼 只听先被说起过 还是头回进来 连神算子与小老头 也都满目兴起 时空乱流 可不是啥个好地方 一旦迷失其中 就别想出去了 不过 那是相对世人而言 如夜尘这等人才 时空乱流是困不住的 不管咋说 逃出生天了 小老头说着 一屁股坐地上了 拎出了酒葫芦 猛灌一口压压惊 至今想想 都还绝后怕 一场围杀 真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一般人 早死八百回了 神算子唏嘘 不由看了一眼夜尘 那位 才是一尊真的神啊 被锁被封被禁锢 竟都能绝地反击 那么多至尊 其中还有无天血尊 如此阵容 竟都没弄死他 小场面 混沌顶语重心长道 这话不假 在诸天的宇宙 比这更绝望的局面 夜尘都遭遇过 都扛了过来 哪能折在这 夜尘不语 踏着乱流而行 走一路看一路 的确与诸天的不同 更缥缈更浩瀚 极其可怕 至于这一战 鬼公于气运 关键时刻 开出了神葬八部天龙 危机的一瞬 还有人暗中相助 那该是一个至尊 能一掌拍灭无天血尊的剑芒 多半也属天地最巅峰 搞不好 还是赵云的好友 亦或是狂英杰的 无论怎么说 他算是逃出来了 找天字 夜尘拳头紧握 脸色漆黑 若非身体被锁被禁锢 何知这般狼狈被一帮小啰啰锤的抬不起头 还险些葬身 着实我火 老大 那货有天字 混顿火跳动了一下 口中的那货 指得自始无天血尊 都是我的 夜尘冷冷道 梁子已结下 那得搬回一城 多找些顿甲天字 多解自身禁锢 必找其算账 说着 他以周天演了契机 也以周天画剑 随之偷换了概念 划开了一刀裂缝 顺身顿出 在现身 已飞星空 这一点 他早已有觉悟了 时空乱流 不同外界 从乃进去的 出来时 未必是原地 看下方 是一片浩瀚大陆 通体蒙着紫色的光运 夜尘眸光如炬 一眼洞悉 能追溯大陆的本源 该是在古老时代 一颗星辰炸裂眼画来 苍与剑 紫星末的一语 谋中有泪 无需去问 便知这里是他的故乡 自当年被灭族 被血扬掳走后 前前后后已有几百年岁月了 望见故乡 便会一起凄惨事 每逢一起 都是泪流满面的 有背有痛 更有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的家族 只剩他一人了 举目四望 再不见亲友 莫怕 还有俺 赤燕雄师颇懂事 立在了一旁 以雄壮的本体 给紫星做依靠 他们俩 该是同病相连 我知哪里有天字 紫星买手垂眸 如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柔弱的娇躯 忍不住的颤 也不知伤心 还是惧怕 夜晨不语 只微微测了眸 看紫星的眼神 不是一般的平静 可他的平静 落在紫星眼中 却如死亡的凝视 妹子 没你这样的 赤燕雄师干咳 骚了棕毛 脑瓜不好使如他 都看得出夜晨眼神的寓意 紫星藏着掖着 这是与主人耍心机啊 晓不晓得 因你的隐瞒 俺们都在鬼门关走了一走 若早得了天字 也不会那般凄惨 紫星哽咽 砰得一声下跪 如蝼蚁一般 匍匐在地 真卑微的不能再卑微 恐惧的不能再恐惧 脸色煞白 郊区颤抖不已 怕夜晨将他丢弃 才隐瞒了天字 在他看来 那会是一个筹码 在关键时刻 能救他一命 或许 还能与夜晨谈条件 他未想到的是 便故接踵而至 险害主人丢了命 起来 夜晨淡道 不生怒是假的 真小看了这个丫头 城府足够深 竟连他这尊准荒帝都骗过了 真不知该说紫星傻 还是该说他愚钝 真等他哪一日能搜魂 蝼蚁的秘密 能瞒过至尊 怒归怒 问罪是没有的 怪只怪 紫星的人生太悲惨 悲惨到他 不得不耍心机 想尽一切办法 只为像狗一样 卑贱地活着 如这等心境 他也曾有过 成修士之前 他也是个凄惨的人 记忆中的童年 昏暗到无光 比狗更卑贱 整日所想 便是如何活下去 所以 他懂 正因他懂 才未责罪此心 本章完 第3219章 解身法 风至尊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月下的苍羽戒 祥和宁静 映着璀璨星辉 夜晨坐着大酒葫芦 掠过了长川山河 小世界中 静得可怕 雄狮 神算 和小老头没啥 倒是紫星 埋首垂谋 瑟瑟发抖 某种惧怕是发自灵魂的 毕竟 他已几百年未回故乡了 顿假天子是否还在 他并不确定 倘若已被其他至尊拿走 那等待他的结局 就不难想象了 震怒的主人 或许真会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相比惧怕 他更多的是悔恨 自作聪明的愚蠢 代价可能是惨烈的 莫怕 俺们主人心善 赤燕雄师小声道 底气不怎么足 夜晨的沉默 比震怒更吓人 你说先前出手就咱们的 是哪个至尊 小老头灌了一口酒 问的是神算子 敢从无天血尊手中夺人 纵观还语 可没几个 神算子捋了胡须 神色深沉 眸光深邃 小老头抱着酒壶 斜了他一眼 若老子未听错的 你这是句屁话 该是月神 神算子悠悠道 无记忆中 能使出九天神铺的 只他一人 英雄所见略同 看样子 神界当真出了变故 竟连月神都下来了 不知师尊如何了 俩人嘀嘀咕咕 时而策谋 为一眼子心 暗到这小丫头 胆子着实不小 此番若寻得天字还好 若寻不到 那就伤感情了 夜晨不语 只静静地饮酒 唯一的动作 便是扶手看看下方 掠过了不少古城 纵是在夜晚 依旧繁华 眼镜红尘百态 他在落下时 是一座老山 面前 那一座破旧的庙宇 蒙满了岁月灰尘 不知屹立了多少年 曾经多半也是烟火繁盛 子兴出小世界 冲入庙宇 在佛像供案前一阵翻找 他记忆里 庙宇金碧辉煌 有佛音响彻 百年后再来 却如此残破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记得公案上有一个小香炉 香炉内侧底部 便烙印着一颗天字 当年阴差阳错下 他是见过的 奈何庙宇佛陀强大 未敢强拿 可惜 找了两酒都未寻见 这一瞬 他是绝望的 世事变迁 一切都已不复当年 怕是早被人拿走了 赤焰雄士嘀咕 化了人形 也跟着走了进来 庙宇庞大 多处已然坍塌 碎砖瓦片洒落一地 还有供奉的佛像 也不满蜘蛛网 天晓得 已荒废多少年 庙外 夜尘未尽 于他而言 近不近没区别 抬眸便能望穿 自落下的那个瞬间 便知此庙无天字 推演之下 至少荒废百年 佛上的供奉之力 也早已消亡殆尽 隐约能望见的 指一个身穿麻布的老僧 每逢清晨 都会握着扫帚清扫落叶 终日守候 终日供奉 直至一日离庙于远行 自那便在位归来 莫的 他转了身 临走前 还收走了紫星和赤焰雄狮 既是没有 再找无意 寻当年的那个老僧 貌似更靠谱 搞不好 那个小香炉 就是他拿走的 寻到他 或许便能寻到天字 再上九湖落 他直奔东方 看小世界中 紫星已不再是站着 而是跪着 如一个负罪之人 要跪到地老天荒 才算完 叶晨为理会 或许 那般跪着 他才更心安 为多久 他自天而下 山巅上 他宛若一尊雕像 只见奥妙的周天之力 龙目全身 粉底不走了 小老头疑惑 下意识问道 夜晨不语 动也不动 很快 两道人影于天幻化 仔细一瞅 正是鬼煞魔君与银袍至尊 该是在找他 寻到了这 属狗的 见那二人 莫说小老头 连神算子都不免唏嘘 找得真准 他们看时 两至尊正俯瞰 眸光闪射神盲 一寸寸地扫看天地 在掠过山峰时 都还定了一瞬 看过之后 才转身离去 牛逼 小老头唏嘘不已 神算子也择舌 按道夜晨遮掩密法 夺天造化 距离不够万丈 那俩至尊愣是未发觉 足半个时辰 夜晨未动 非他不动 是那两个至尊 还在苍语界 且神识隆目了天地 他这一动 周天遮掩必有纰漏 只因禁锢 使周天有缺憾 那一幕 还真是讽刺 堂堂准荒地 圣体的至尊 竟夺两个小喽啰 没办法 行事比人强 他怕的并非鬼煞魔君和银袍至尊 而是那无天血尊 若再次被群殴 可就没人 再助他脱困了 他能做的 便是暂避锋芒 带寻得天字 带解了禁锢 薪酬救援会一并清算 等两大至尊离去 他才动身 无人窥看 九葫芦如一道神芒 直插东方 寻推眼找那老僧 小世界中 子星依旧跪着 直至掠过一座古城 他才一瞬抬眸 贝类朦胧的眸 贪婪地望着 那曾是他的家 如今已一主 新的主人 便是当年的仇人 还是一片深山 夜晨寻到了老僧 正盘在老树下打盹 穿得并非僧衣 而是道袍 以前是佛家僧 如今成了道家仙 这货 真有意思 赤焰雄狮一声干咳 可在他这 神算子开口 看的是夜晨 夜晨漠然 只还看这座山 山上多股坟墓碑 该是一座陵园 而这老僧道人 该是守墓人 喂 醒醒 小老头 已出夜晨小世界 已来到老树下 手中拎着一根棍 戳了戳盘坐的老僧 记顿假天字 在他这 那就交出来呗 他这一戳不要紧 老僧当场画面 成一泡飞灰散在了天地间 或者说 他早已圆寂 神早灭了 残存的肉躯 是一副空壳 被岁月分化 纵小老头不戳 他也会成岁月黄土 夜晨叹了手 自那飞灰中 射出了一颗古字 哪一个妙字 闪烁着金光 还有道玉碾化 总算未错过 神算子笑了 小老头也笑了 看雄狮 最特么活跃 在半空中胡乱扑腾 直子星一个 还卑微地跪在小世界 丝毫不敢抬眸看夜晨 也得窥寻到了 若是寻不到 他才是真的罪人 这边 夜晨已将天字刻入 炙热硬食而来 身体的某种禁锢 顿得解了不少 有金光飞翼 不错 夜晨微微一笑 一步踏出 横跨了飘渺虚无 在现身已是星空 再一步踏出 又回到了群山 没错 此番被解的是身法 说是解 并不确切 只因并未完全解开 但这就足够了 至少 在遇至尊时 不会是活靶子 此处 应该有掌声 赤焰雄师扎虎 咧嘴一笑 硕大的身躯就蹲在那 俩爪子拍得啪啪响 那画面咋看咋滑稽 起来 夜晨淡道 画师对子星说 依旧无责备 寻到古字他也有功 至此 子星才窃窃地起身 瑟瑟发抖的灵魂 冰冷到了极点 真就是在鬼门前 走了一遭 哄 碰 说话间 轰隆默地响起 而后 便是极可怕的威压 隆目了整个苍羽界 太多山岳被碾的崩塌 世人多如蝼蚁匹匐 看苍庙 乃两轮璀璨太阳 准确说是两个人 光太盛财 显得像太阳 还是鬼煞魔君与银袍至尊 又跑回来了 总觉苍羽界不简单 来得正好 夜晨冷笑 故意露了一丝气息 拿走 两至尊的感知 颇是霸道 瞬间捕捉 也顺身杀志 只可惜 夜晨已周天演了真相 明明就在不远处 俩人愣未觉察到 消失了 鬼煞魔君皱眉 神识随之散开 还是一寸一寸地窥看 看着看着 他就看见了一只小手 粉嘟嘟地 正朝他拍来 破 月下的血花 颇是绚丽 堂堂鬼煞魔君 或真价实的至尊 被一掌拍灭了肉身 该死 鬼煞魔君丝毫 猿神飞天顿走 然 方才定身 便见一张肉乎乎的小脸 正对他笑 是夜晨 恢复了身法 准荒地如影随形 你 鬼煞魔君色变 双目凸显 瞳孔也紧缩 难以置信 这祸不是在禁锢中吗 哪来的身法呀 破 又是一掌 此货当场残了 原神险些被打灭 是夜晨为下死守 留了一道残魂 封入了混沌顶 并非不杀 是有话问他 自鬼煞遭袭 到魔君被封 前后也只一瞬 待银袍至尊反应过来 夜晨已悬在半空 已拎出了酒壶 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如意尊神 再俯瞰一只蝼蚁 这 便是准荒地的威势 仅恢复身法 抬手便可镇压大地 至于天地 至于这银袍至尊 在他眼中 一样是个小喽啰 真正如他法眼的 乃无天血尊 怎么可能 这句台词 真到哪都有 银袍至尊说得也贼溜 咬牙切齿的 分明记得夜晨遭禁锢 一日未见 咋就解封了 杀得他们措手不及 也仅仅一个照面 便废了鬼煞魔君 真真惊喜 前辈 别来无恙 夜晨悠笑 一句别来无恙 哭泣而飘渺 落在银袍至尊耳中 却如一声桑中 地狱来的桑中 真要硬刚 他差得太远了 所以说 开溜为妙 这般想着 他一不登天 走是不敢烫了 那得撒鸭子跑了 本章完 第3220章 他 在哪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如 走不了 夜晨一声冷笑 顺身追至 纵身法未完全解禁 可速度却依旧凌驾天地之上 至少 这银袍至尊在他眼中 是个小喽啰 孽 银袍至尊抱贺 眉心雷芒抱射 乃一柄原神剑 携有毁灭之威 夜晨不躲不闪 以身硬汗 原神剑撞得破碎 再看银袍至尊 已顿得无形无相 来了还想走 夜晨一语冰冷 一手探入了飘渺 方才顿走的银袍至尊 又被捉了出来 还真是个小喽啰 风 银袍至尊丝毫 又失神法 以法则成形 据成了一座荧光宝塔 临天照下 将夜晨收入其中 是封镜也是毁灭 贼霸道 然 这种霸道在夜晨眼中 就是个摆设 刚被收 便破塔而出 一记大摔碑手 将其抡翻 堂堂天地至尊 一路横翻八万里 道飞中 神区寸寸炸裂 崩飞的血与骨 压塌了山岳 血灵的身影 成亮力的风景 看得神算子和小老头儿心颤 他们记忆中 神是至高无上的 如今在看 神就是个笑话 夜晨才是神中的至尊 啊 银袍至尊咆哮 顿变形态 化成庞然大物 身弱八千丈巨月 头有犄角 浑身覆满了灵片 脊背如一饼饼 如神刀如这品种 饶氏夜晨的阅历 都闻所未闻 只知银袍至尊并非人羞 早看出其本体 却不知是啥个怪物 至少 诸天是没有的 宇宙跟宇宙不同 孕育的生灵 字也有差别 同样的道理 他诸天有的 这个宇宙未必有 各有各的特色呗 不过 是啥个怪物都没用 个头再大 也挡不住他的小手 一巴掌拍下来 啥都是扯淡 扑 这朵胶艳雪花 更显绚丽 血雨如光雨 临天清洒 方才化本体的银袍至尊 神区当场被打爆 只剩一道原神顿天而走 留下 叶尘冷哼 又给补了一掌 银袍至尊也贵了 原神显被打灭 也只剩残魂 被叶尘封入了大顶 鬼煞魔君也算有个伴 大战 来得快去得也快 叶尘未停 转身消失不见 打残了俩至尊 他还得暂避锋芒 无天血尊并非盖的 真要打 他貌似不占优势 那或非这俩至尊可比 而且 天晓的仙界中 是否还有更强的至尊猫者 多寻遁甲天字 才是正道 他 又回了庙宇 被封禁的银袍 与鬼煞魔君 皆被放出 皆是残魂形态 原神体近乎透明 纵如此 也难掩猙獰之色 恶狠狠地盯着叶尘 咬牙切齿 怒到了肝肠寸断 好好的局面 咋整成这熊样了 为弄死叶尘 却被对方来了个反杀 至尊的威严 荡然无存 莫说威严 小面也难保 结局已然注定了 赵云 在哪 叶尘不废话 直奔主题 赵云 鬼煞与银袍 至尊正了一瞬 就说吧 这祸与赵云 果然有关系 问你话呢 小老头大骂 拿罐敲了敲鬼煞魔君 再让你先前追杀老子 如今敲你 真他娘的舒坦 他这一瞧 鬼煞魔君脸色更显猙獰 被叶尘镇压他认了 但被一个小虾米敲脑袋 着实可恨 赵云 在哪 叶尘淡道 先前的问题又问一遍 若非不能动搜魂 也懒得废话 要杀便杀 鬼煞宁笑 倒也硬气 他硬气 叶尘自也直接 小手那么一挥 一掌打灭 此番 是真的魂飞魄散 鬼煞魔君死前 极其郁闷 你他娘的 不按套路来啊 再问一回 老子就从了 从你妹 不惯着你 叶尘未言语 可那副神态 却很好地昭示了这句话 鬼煞虽葬灭 可原神之力 却被叶尘射取 分别赐给混沌鼎 混沌火 混沌雷 以此淬炼 看得神算子和小老头儿直则蛇 至高神就是任性 竟用至尊原神淬炼宝物 如这好人才 纵观整个环宇 都找不出几个 谢老大 混沌鼎黑笑 嗡嗡地直颤 混沌雷与混沌之火 也有够活跃 静心宁气 叶尘弹道 将残留了一丝元神 分成了两道 打入了雄狮和紫星体内 以至尊的魂力 为两人醍醐灌顶 不 不 这两道声音 接连地响起 无论是紫星 亦或赤焰雄狮 接连破两的大境界 看得神算子和小老头儿 一阵五星口 想想他们当年 突破何其艰难 再瞧这两位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以至尊元神 为俩小虾米提升修为 叶尘这个老大 做得着实称职 事实证明 至尊的元神力 可比神要好用多了 纵是只有一丝 也是逆天造化 谢老大 雄狮笑得乐呵 气运来了 挡都挡不住 叶尘便是他命中贵人 纵他家先辈在此 修为也未必有他高 此番也算长脸了 谢主人 紫星更郑重 又跪地感激 身体还是色色发抖 也不知是惧怕 还是激动 他的前半生凄惨无比 后半生 注定要立世崛起 荣至尊一丝元神 即是逆天涅槃 这等蜕变 会伴随终生 叶尘赐予他的 不只是恩泽 还有一路的机缘和造化 此刻 再想起他先前的心机 着实有愧他这个主人 咳 小老头一声咳嗽 捏了捏小胡子 还斜了叶尘一眼 意思很明显 捏姥姥的 还有俺们呢 急傻 这还有个天地来 叶尘依旧不语 神态代表一切 嗯 靠谱 小老头搓了手 看银袍至尊的眸 变得灿灿生辉了 不只他 尖末如神算子 也都谋中绽放光芒 俗话说得好 见者有份吗 相比熊师与紫兴 叶尘貌似更疼他俩 这银袍至尊 可比鬼煞魔君的级别搞多了 他的元神之力 也远非鬼煞魔君的可比 看银袍至尊 脸色已煞白 无视神算子和小老头 只看叶尘 这货 貌似比想象更狠辣 他 在哪 叶尘说着 对着小手 哈了一口气 寓意四在说 若是听话 你好我好大家好 若是不听话 一掌 拍你脑门上 被 镇压了 银袍老者开了口 倒干脆 当场吐露了秘心 怪只怪叶尘不按套路来 胆敢打马虎眼 那小手真会拍过来的 好不容易修到如今的境界 可不想这般葬灭了 要有念想 活着没啥不好 老东西 少呼要安慢 小老头骂道 赵云永恒不灭 以他的修为与战礼 谁能拿下他 神中应杰 银袍至尊懒的解释 指这四字 这 小老头一声干咳 神算子的神态 也有够奇怪 暗道赵云也够倒霉的 正常状态下 嫌有人是他对手 若是在应杰之中 那就另说了 看叶尘 无想象中的诧异 好似早有预料 这一点 看狂英杰被追杀便知 神界必有变故 寻天字 可是为炼化他 叶尘弹道 如你所说 银袍至尊一语 便低下了至尊头颅 欲活命 那得乖乖的了 说完 便又补了一句 再有百年 赵云必被炼化 可是此人 叶尘又开口 以周天之力 演出了那个血发青年 有一种预感 必与他有关 一看就不是啥好鸟 无望摩尊 银袍至尊看了一眼 给了明慧 他娘的 不等叶尘言语 便闻小老头大骂 也不知哪来的火气 无望干涸 神山炸毁 仙梯崩断 是否也是无望摩尊的杰作 神算子问道 侍卫隔绝先与神两见 至于为何 无上且不知 银袍至尊缓缓道 多半与炼化赵云有关 叶尘不说话了 这还说啥 继续找遁甲天字呗 寻道足够多 带解了封禁 上神界救人呗 不言语 不代表他无动作 自银袍至尊身上 奋出了两道元神 分别打入了神算子 与小老头体内 为其淬炼体魄 也算醍醐灌顶 不过 两人已知瓶颈 类同于诸天的准地 最巅峰 进阶便是正道 自不会那般简单 欲涅盘 还得靠他们自己 该说的无皆说了 银袍至尊说道 某有痛苦 被斩两道元神 修为颇有跌下天地的架势 好说 叶尘俯首 又给其封入了大顶 你 不杀你 不代表会放了你 叶尘淡道 留着祸有大用 说罢便将银袍至尊 送入沉睡 若鬼煞魔君还活着 不知该做何敢想 早知他也从了 还能活命 咋办 小老头干渴 望向叶尘 不靠谱是真 担忧也是真 也不知是担忧赵云 还是担忧他的师尊与师叔 不晓得还活着没 尚不去 叶尘灌了一口酒 望看的是苍苗 至少 以他如今的尴尬状态 是尚不去神界的 纵上去也没掉用 身体还遭着可怕禁锢 去了便是找死 相比这个 先寻顿甲天字方为正导 赵云家的秀 也在仙界 能帮上忙 小老头话语悠悠 就是先前助你脱困的那位 秀 叶尘嘀咕 摸了摸下巴 这名字 一听就是个人才 说着 他还朝小世界看了看 嗯 有预计 等见了面 得给秀尔砸个核桃吃 本章完 中文字幕后装